开幕式在歌舞表演《跨越海峡的情缘》中拉开序幕 极具东山特色的非移民俗表演《大海欢歌》 百人颂读《神源一脉两岸情》 《关公戏曲连唱》《庆寿献戏》等节目依次上演 随后两岸信众共同参与了庄严肃穆的官地祭祀庆典 所以我们对东山官地庙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老祖 所以我们会祖孙世代人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代都能够回到我们东山官地庙这边 像我们这一次接门了来的110位 大家都很主动的愿意来参加这个官地文化节庆 官地文化的传递也是一个情感的交流 各地都会有举办一些跟官地文化有相关的活动 其实举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真的是增加两岸之间彼此的一个交流 也是情感的交流 本次官地文化旅游节期间还将举办海峡两岸 福建东山官地文化旅游节民俗采接活动 两岸同会落笔生花笔友会 两岸同球一锤定音锤球交流友谊赛 两岸同园天下关公青年文化创意大赛等12项活动 旨在传承弘扬官地文化密切两岸往来协作 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据了解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官地文化旅游节 已经成功举办33届 吸引了各界人士到东山县朝圣业组 旅游度假投资兴业 为拓展两岸信仰交流 经贸文化交流 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 它是故归产人 Secondly 关注写当屋根宋记忡 明确行与人